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可如何是好 但不说他二位尚未行大婚之礼 便有了身影却是图让四海耻笑 这十几日后的冰藏之礼 又要如何打算 的确 是个大事 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 我们也是看在眼里的 这凤九好容易怀了身影本该是件好事 怎么就偏偏叹了这么多事 我觉得 这都不算什么 东华是何人 秒落他都不曾看在眼里 何况区区一个冰藏之礼 至于大婚 我想这东华自己自有计较 他多半是能用拳头的都不会浪费口舌 能让旁人出面的都不会劳架自己 能少说一句绝不多言半句 胡帝 胡后 太子叶华随私命新军拜夜青秋 果然来了 哲人便晓得这四一贯的作风 毕竟几十万年如一日 便是想便也非意识 手腕勒动 十里桃林的画面便落在他面前 倒是头给了一旁稳当当坐着的白针 一脸得意 叶华这小子居然来了 也不知小五最近有没有折腾他做什么 等惠儿看看不就知道了 天族是一向以白袍素衣为美 却不想这位太子殿下 几十万年如一日的墨黑衣袍 除却大婚之日穿来略嫌喜气之外 便一直都是那般打扮 便如此刻一般 长水墨的素黑长袍 在垒上几缕金四级象征身份的惯 便轻易勾勒出这个人来 手中的大红色的婚书 却实在有些同他的气质格格不入 还是黑色更衬他 天族叶华见过湖地湖后 今次前来便是替东华帝君求取青秋帝姬 白凤九 这片里都是东华帝君亲自命了重令一件件 从太成功的仓库中已出来的 鉴于帝姬如今身怀六甲 依照帝君和天君的意思便是从简 从礼 这一纸婚书自然都是帝君亲自所写 不知青秋何意 叶华这一番长话说完也是松快了些许 又悠然从长袖掏出个什么东西 一口含在嘴中 唇角为桥不知在想着什么 何意 除了答应还能有什么法子 千年水城墓嵌了一条红筹 上面十分妥贴地画了两朵花 一为佛林 一为凤语 浓淡香一便是相配 再看里面的字不问也晓得是东华的手笔 金粉为字 赤金写为品 至于旁边凤九留下的印记是 虎爪 便是不说什么 但看着这三人身后排到狐狸洞外 不知己取的聘礼也晓得是提亲 刚才叶华说的是从简 从理 我想出去 困在这木屋里便是什么也动不得 走不得真是另一种受罪的事 却不像这种受罪生生 便是让他忍了三日 整整三日啊 一杯连着一杯的汤药下毒凤九除了 一并接过东华递来的汤药 在皱着眉头喝下之外便没什么动作 画本看多了伤眼会被他拿走 若是做点心又怕一个不小心伤了仙胎 倒不是东华启人忧天 实在是凤九次入了青秋 便不知为何伤了主观反应 孕吐 是睡还有是不是的肚子疼 东华看着着急 却当真不能为他多做什么 便是赤金血折颜都不叫他多喂 一日半晚 掺着不同的药喂下去 却是次次都能被他尝出来一股血腥味 可这也没办法 所以好容易见他好一点了 他也能松一口气去 竟不想这小狐狸便是可以折腾他的 要出去 岂不是危险更大 只是看他的样子也是憋得久了些 没法子只能是隐了他 西化山中除了这任子里种的一些野菜之外 便是成片成片的佛林树 可眼前并不是佛林花开的时候 为他寻了处阳光晒得到的地方坐下 他用空喉为他弹了一支曲子 长指的轻巧勾勒发出的一些极好听的调子和音色 渐渐转成一首歌 旋转在凤九的眼前 耳边 他听着却觉得十分的有趣活泼 倒是 像自己 听出来了 你 你居然还会谱曲子 你还有没有什么不会的东西 或是没来得告诉我的东西 自然有 只是日子还长 自然有时间让你都了解 我可还没嫁你 小心我同旁人跑了 小白 你可是还怀了本军的孩子 再者说有哪个不长脑子的人来抢本军的女人 好吧 他现在对得起一句有恃无恐 自己确然没话说了 不过不代表他能过得了青秋这关 白家的规矩他可是一条都不符合 他想举遍只能全凭本事 小白 我是不是忘了告诉你 今日天族人来为你我求亲 你说 求 什么 求亲 他十分认真的告诉他这个消息 却足够他错愕许久 求亲这样的大事 竟还能劳烦他人劳烦得如此心安理得 他的脸皮真的是 非比寻常的后啊 你想说什么 小白 你确定我们不用去看看 那如果没求成怎么办 那我们去看看 三步走到他身旁 抬手一挥便是双双消失在这片佛林树丛中 当凤九走到狐狸洞旁时 竟不自觉的有些腿软 自己这么进去会不会直接被他附军 当着青秋的一众长辈面前结实地挨一顿打 放心 你爹这次不会打你 若说这里面作为忠心的忠仆 私命算一个 弥谷算一个 却谁也比不过众林这个脑子 比动作更灵光的小仙 早便在洞外察觉了帝君的气息 扑通一声直直跪在石头上 众林拜见帝君 凤九殿下 拜见帝君 先进来的却不是东华自己 而是凤九这个小丫头 狐狸洞门口是没有门槛的 却有一条不小的平沟 东华是怕他摔了 别让他先跨过去 却不想这个李树在天族却不是一个小辈的神仙 见得帝君的李树 兜起来吧 小白想过来看看 我拗不过他便带他过来瞧瞧 我记得你们方才说的是 如何从简从里将这婚礼办完 清了清喉咙 又悠然带着凤九坐到了 方才胡弟站起的位置上后 来了一句 一礼数 凤九是小辈可他如今怀了本君的孩子 这狐狸洞有些阴凉 方才我看了看 实在没什么合适的地方 见了胡弟的地方略坐坐 别见怪 从头是 他若站着 那小辈的神仙们便不会有一个够这个胆子坐着的 如今倒是比从前温和的多 不过是领了个狐狸一道坐着 算不得什么 算不得什么 方才讲到哪来着 继续 他眼神略过的几个人 一次是私命 仲林以及凤九的夫君白衣 略过私命的话众人想想自是有缘由 方才他说继续便是提醒私命 至于仲林 许是要他过来做什么事也算是有缘由 可这眼神略过白衣的缘由 确实是让在场的一众神仙和狐狸摸不透 小白有些害怕会因为今日这件事被他父君打 重灵女区同白衣上神说说情 动画这要求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 眼神挑过一旁正坐立难安的凤九时心下的人 抬手一礼 道 早说了 不会有人有这个胆子打你 怕什么 你要是觉得不方便说 你可以直接什么也不说 为何要让仲林去做这样的事 本君一向不喜欢用自己的地位去压迫 强制别人做什么 所以这种事只好叫旁人来做 帝君你的脑回路 太清奇了吧 还有什么叫不喜欢用地位去强迫别人做什么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